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结尾段有哪些句子 结尾段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因为目的明确的是要交代重复一下主题句 然后表达一下个人观点 我们稍微会给到一些建议措施的句子 以及最后一个句话憧憬未来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结尾段的第一个句子 叫做归纳总结 上文全目归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势必会在结尾段的段手句 说这样一句话叫做综上所述 那这样的句子就起到了一个作用叫做归纳总结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归纳总结的句子到底有哪些呢 第一个叫做总之 所有可靠证据都表明了某个事实或者某个结论 叫in conclusion 总而言之 reliable evidence 所有可靠的证据 reliable evidenc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指出了 指向了 to the fact that 指向了什么呢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审计号当中我填写的是主题句 和你的结论句 这里面有几个单词 in conclusion 总而言之 可靠的 reliable evidence point out point to point out 指出point to 指向了 指明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句子我们来看一下叫 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什么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叫 there is a little doubt 或者在这里的little 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叫做no doub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further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进一步的关注 further attention 有同学说老师应该有合理有效的高效的关注 这里的further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单词 也很漂亮 叫做dure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problem of of后面审略号当中填写 某个东西的问题 或者doing something something 或者doing something 都可以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句子 以及审略号当中的运用 以及相关单词的替换 再看一下下一个句子 叫做考虑到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 我们可以同意这一观点 那这个观点是什么 g 什么什么 那这个里的g 什么什么 就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前面的观点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that 引导的同句 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前面的the idea 考虑到每一个方面 considering every aspect 方面呢 这里单独的一个面叫做aspect 很多个方面aspect of this phenomenon 西新的同学呢 可以再做这样一件事情 把这里的this phenomenon 换成主题词 那这句话就更加结合 当下的题目更加贴切了 叫considering every aspect of this phenomenon we can agree with idea that 我们能够认同某个观点 是什么 we can agree with idea that that后面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 好 第四个句子叫做通过上面的结论和讨论 我们可以得出某个结论 是什么什么 from what has been what引导从句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通过上面被我们讨论出来的 be discussed above we may safely safly我们在这里把它解释成 叫妥妥的 稳稳的 稳稳当当的得出结论 那不就是肯定可以得出结论吗 we may safel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draw conclusion 还可以把它换成叫 叫做common to 也可以得出 common to the conclusion 或者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at就是结论 最后的具体的结论 好 第五个句子叫 情况如此严重 这句话稍微有一些难了 这句话呢 摘自于考研写作 满分作文 结合一段断手 那这句话呢 因为上面有一些严重这样的单词 以及解决问题 这句话往往只能适用于负面话题 好 叫是时候采取有效行动来解决了 是时候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对过去的虚拟 因为过去该做你却没有做 所以现在是时候了 所以要对过去的虚拟的话 这里面需要用到了过去式 好 完整的这个句子叫做 the situation being so serious 逗号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took 过去式了 it is high time that 就表示叫是时候要干什么 we took effective actions 有效的和高效的措施 to solve the problem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再说一遍 叫the situation being so serious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took 过去式 we took effective ac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句归纳总结的句子 在整体当中的运用 2007年6月份 问你做好事 是不是应该图回报 我们从我们的正确的价值观来看 正常的我们的常规的价值观来看 我们都会说做好事不应该图回报 当然有些同学说 我如果 我做好事应该会有些报酬 或者我会有一些损失 都是情理当中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就给出一个结论 叫一个人做好事 不应该期待回报的话 那我们这句话要写成什么样子呢 叫通过上面的讨论 完全得出这个结论 即一个人做好事 不应该期待回报 from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we may safely draw a conclusion that 或者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是什么呢 that叫做 one should not expect a reward 它的名字字性呢 叫expectation expectation 好 a reward reward的叫做反馈 one doing a good deed 当做一件好人好事的时候 do good deed 就表示做好人好事 你别还单纯的写成 我们中学中学过的表达 叫do good thing 是吧 这里的dead 就表示事件事情的意思 好 这是07年6月份的整体的运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年6月份 这是一个谚语类的文章 说什么呢 说人类能够 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求 但满足不了人的贪欲 贪欲贪念 好 那情况如此严重 我们是时候要采取有效措施 干什么了 地球被我们人类过度的索求 过度的开发 这是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了 这时候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了 the situation being so serious it is a hard time that we took effective actions to 去保护 to do something to protect our nature 有同学说我们大自然母亲 our mother nature 也可以 好 这里的action呢 有同学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换成这样一个单词 叫做measures 也可以 我们是时候去采取有效的措施 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了 好 这是我们在具体整体当中的 归纳总结句的运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建议措施 当某些话题是好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出相关建议 当它是坏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给出一些措施 去帮助它去改进 去优化 好 我们来看一下建议措施有哪些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建议措施 往往是依据不同的主体 它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 来有不同的句子 第一个呢 我们从最宏观的媒体 媒体呢 我们社会上的媒体 应该去尽最大的努力 去报道某件事情 报道某件事情 可能是为了促进某个好事情的 继续发生 或者去遏制某个坏的事情的不发生 去让遏制它的发生 坏的事情的发生 OK 我们来看一下叫 Mass media should do outermost do outermost就等于 try your best 或者呢 等于make every effort 叫做尽每一个努力 叫make every effort to do something 去媒体一般只能做一件事情 去报道宣传了 to report something 好 大众媒体 Mass media 别拼写错了 有同学把media给我拼成了美迪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措施 第二个呢 除了媒体 我们社会 我们公众 我们自身应该干什么 这社会公众呢 往往会从脑子上先改变什么呢 提高意识 叫做the public should enhance the public shoul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omething 好 大众 大众应该提升意识 enhanced 提升 有同学说老师 还可以不可以换其他单词 可以 比如说这里的 improve 提升 意识呢 叫awareness awareness 还可以换成 比如说叫做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好 the awareness of something 或者the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something后面填的是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something或者doing something 省略号当中要填写这两个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除了有媒体 有公众 还有什么 组成我们 每个公众所组成的社会 所以我们的社会 社会往往要担负起责任 应该对什么什么负责 our society 或者the society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还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单词 非常漂亮 叫做shooter shooter呢 表示肩膀 这是名词 那动词呢 肩膀上要扛起 所以叫扛起什么什么的责任 或者肩负起什么什么的责任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或者shoot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do something 肩负起责任去做谋事 或者to something 或者to 肩负起责任 肩负起责任干什么 to do something 好 或者to something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应该去制定 制定和执行措施 有同学说老师 法律 法规和政策 到底由谁来制定的 它主体不一定统一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什么呢 把主语省略掉了 我们把这个句子 从主动语 它变成被动句 所以就写成了 polices should be work out 这叫制定出 OK 这是第一个 表示制定出 去执行呢 enforced to do something enforced表示被推动 被强迫 被force 这个力量 就把它推进去 enforced to do something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政策 法律 法规 应该被怎么怎么样 它可能会从政府 或者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 或者我们比如说 制定法律 法规 有我们的什么 人大 人大 很多同学不会拼 那我们会把它怎么写呢 人大往往叫立法机构 叫legislation 你要是不会写的话 跟我们这句话一样 把它从主动语台 变成被动语台 所以这里的policy 可以逐语不写了 这时候我们把policy 就可以把它替换成 比如说laws and regulations 叫法律法规 laws and regulations laws and regulations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个句子 第五个句子 看到后面有八个字 有同学不认识中文 去其精华 去其 不是草白 是糟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能够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话 它往往是针对什么呢 中立话题 好 对于高科技 对于互联网 网络 网课 网购 那往往我们就应该 取其精华 要取其糟粕 in terms of某个主题词 叫就某个主题词而言 what we what引导主语同句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do something 要干什么呢 to absorb the essence absorb表示吸收吸收吸纳的意思 to absorb the essence essence在这里是名词 它的形容词你见过 叫essential okay essence名词 那女孩子会用到一些精华液 上我们就会把有些男孩子也用 那个精华液叫什么 叫essence and neglect neglect叫什么呢 叫忽略不计的意思 就是几乎不太看重 okay 忽略不计 neglect the drawbacks neglect the drawbacks drawbacks表示缺点 essence 优点精华 drawbacks 糟粕 好 这是第五个句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体当中的运用 12年12月份说 网络对人际交往有影响 那会导致呢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 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会通过指示 通过网络 或者过度依赖网络的交流 好 当谈到网络所带来的便利性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应该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不能太过依赖它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新鲜事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in terms of convenience convenience后面有一个过去试 过去分词来修饰前面的convenience 叫做由网络所带来的便利 in terms of convenience brought by the internet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absorb the essence and neglect the drawbacks 主要就是看黄笔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这篇文章当中 给到各位同学的主题词 或省略号当中 要填写的部分 好 再来看一下 18年12月份 才考过的一道整体 如何去平衡 学业和课外活动 那我们整个社会呢 应该去担负起责任 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帮助大学生去平衡 学业和课外活动 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课外活动 去提升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 好 Our society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do something 需要干什么呢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这个comprehensive 你再熟悉不过了 为什么 你的阅读叫comprehensive reading 对不对 reading comprehension 叫什么 综合阅读 enhance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叫促进全面发展 谁的呢 of college students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句子 叫做憧憬未来 全篇文章都写完了 我们往往会说这样一句话 明天会更好 好 明天会更好的句子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你高中时候学过的 叫只有才 owning至于聚首的道庄句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do someth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do something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比如说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ave a better development 我们才能拥有更好的发展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叫只有通过这些被采取的措施 with these matters taken 这些被采取的措施 can we do something 又是owning至于聚首的道庄句 所以can we do something 再来第三个 如果从现在我们开启 致力于某件事情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不会被同样的困境所压倒 我们有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 不知道我们曾经考过的真题 不知道是去国企还是去私企 不知道去在国内读书 还是在国外读书 不知道毕业以后是继续读书 还是去深造 还是立即工作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从大一 或者从高中时候 从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或者高考毕业的时候 你就开始做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未来的规划 青春的规划 那你可能在未来 面对相同的事情 去做选择的时候 你不会被那些困境所压到 因为你很早以前就规划好了 所以当下只需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做或者不做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 致力于某件事情 在不久的将来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not be 这边有个非常漂亮的考验单词 overwhelmed overwhelmed表示被压倒的 压倒性的 overwhelmed 叫dilemma 我们之前新东方有很多老师 教各位同学 能够通过谐音法 记住这个单词 dilemma 你可以这样讲 递雷吗 那是递雷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这是不是困境 所以dilemma表示困境 进退两难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句子 叫通过这些方法 有理由相信 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被解决 这里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指 那一定是一个负面话题 这句话呢 是在自于考研写作的 结尾段段末 叫做 with this matters taken 前面有个非常漂亮的句子 叫做 对我们而言 有理由去相信 it is reasonable for us to believe that 叫做 我们有理由去相信 it is reasonable for us to believe that 相信什么呢 the problem undoubtedly 中间还有一个插入语 叫做 the problem will be solved in the near future 问题将会被解决 那中间加上一个 毫无疑问 主位之间做插入语 the problem undoubtedly will be solved in the near future 好 我们再看 第五个句子 叫伴随着一个 恰当的法律 和警觉的民众 问题迟早会被解决 有法律 有民众 所以这里不需要 再提措施了 因为前半部分的法律 叫proper law 恰当合适的法律 警觉的民众 alert public with proper law and alert public 然后怎么样呢 it will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叫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就翻译成两个字 叫迟早 it will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problems become things of the past 在问题成为过去的事之前 能把翻译成叫四个字 过眼云烟 things of the past 叫过去的事 或者把翻译成四个字 非常漂亮 叫过眼云烟 在问题成为过眼云烟之前 那你只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而已 with proper law and alert public it will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problems become things of the past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体当中的运用 2015年12月份 考到了误导人的网络信息泛乱 所以我们在第二 第三段的断首 归纳总结以后 然后中间会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措施 如何去解决它 通过建议措施之后 我们会说一句话 叫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 避免什么呢 由误导人的信息 所带来的伤害 我们来拆一下这句话 它叫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伤害 那括号里的 由误导人的信息 所带来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过去分子 做后制定语 来修饰前面的伤害 好 所以这句话 可以把它翻译成 叫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void the harm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伤害 那为了进一步解释 这个伤害呢 后面用一个过去分子 来修饰它 叫caused by 由谁所引起 由谁呢 叫misleading information 叫误导人的信息 misleading information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真题 2017年6月份考到了 在国内上大学 还是国外 我们就会说 如果从现在开始 致力于学业规划 那不久的将来 当你突然间面对 毕业生的选择的时候 当你突然间面对 升学的选择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被 同样的困境所压倒 因为你可能几年以前 就致力于 我要考研 我要出国留学 我要立即工作 你可能就为它 提前三四年 做好了准备 所以呢 如果从现在开始 致力于学业 或者职业规划 不久的将来 你将不会被 同样的困境所压倒 学业的规划 叫academic planning If we work on academic planning from now on in the near future we will not be 压倒 overwhelmed 困境 delaymer by the same dilemma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冲行未来剂 以及它在具体 整体当中的运用 我们讲到的 冲行未来剂 冲行未来剂